这是美军现役最强步兵战车 亲与M1A2S1PV3坦克一起 构成美国陆军最强正面突击力量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主角 M2A4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M2布雷德利系列步兵战车的登场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在M2服役的历史中 美军对其多次进行升级改装 其型号也从最早的M2A1 一直发展到如今的M2A4 共经历了四次不同程度的脱胎换骨 而M2A4则是M2布雷德利家族中 综合性能最强防护能力最为出众的版本 其最大的特点便是配备了 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的铁拳主动防御系统 能够发射拦截弹直接引爆摧毁来袭导弹 21世纪以来 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作为美国陆军重型装甲力量最重要的一部分 广泛参加了美军的对外战争 其脆弱的装甲防护性能暴露无遗 出于对M2生存能力的担忧 导致美国陆军在M2后续的A2及A3型上 安装了额外的常规装甲板和爆炸反应装甲 这些装甲在伊拉克战争中都有广泛的作用 使得M2步兵战车的重量从25吨增加到33吨 在海湾战争期间 该车凭借优良的昼夜间火控观瞄系统 帮助M1A1主战坦克 在漫漫黄沙中对伊拉克军队的坦克发起攻击 M2自带的BGM-71反坦克导弹 也能够轻易的击毁伊军坦克 25毫米大毒蛇链式机炮 破开BMP系列步兵战车的装甲 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此后美军对于M2步兵战车更加倚重 进行了多轮的改进 然而在额外增加了非常多的重量之后 美军却从未对M2的悬架系统和动力传动系统进行修改 导致其单位功率变低 行驶速度变慢 并且由于缺乏额外的发电单元 导致了电子设备升级困难重重 车体重量过大 也使A2 A3型的车体更接近地面 面对障碍物时难以清除和通过 并受到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时更加脆弱 2012年针对这些部族 美国陆军发起了一项 名为工程变更提案的老旧战车升级项目 针对M2步兵战车进行现代化信息化的改造 主要内容包括履带与悬挂系统升级 机动性及网络性能改进 这些升级不仅可以提高M2的机动性 还可以提高其发电机功率 从而可以配备以色列铁拳主动防御系统 然而事情却并非说说那么简单 2018年12月 美国陆军匆匆宣布 计划用铁拳主动防御系统装备整个机械化铝 然而一份单独的测试报告表明 铁拳主动防御系统的测试频频出错 并且其拦截危险的能力也不一致 拦截弹要压火和发射器停电 是导致拦截率低的主要因素 美国陆军对其的测试陆陆续续直到2020年才基本完成 在武器配置方面 M2A4基本没有变化 主武器是一门M2-42型25毫米机炮 这门炮以其优秀的可靠性著称 平均射击22000发才会发生一次故障 射速可以从200发每分钟到500发每分钟之间进行调节 方便处理不同的战斗情景 可以使用普通穿甲弹高爆弹和M919 为一稳定脱壳穿甲弹 M919弹的炮口出速达到了1385米每秒 可以在两公里的距离上击穿100毫米厚的均质钢板 这可是真正的暴雨梨花针 尽管M2-42机炮并非设计用来对抗坦克 但是根据M2的车组人员在海湾战争中的报告 这款机炮是可以瘫痪坦克的 换句话就是车组成员要乐意打也可以打 理论上击杀坦克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经验不建议推广 免得大家都去拿机炮来反坦克 真碰到硬茬就耽误军情了 M2-A4真正用来反坦克的是BGM-71反坦克导弹 双连装导弹发射架平时折叠在炮塔侧面 启用时会自动向一旁打开进入待发射模式 早期型的M2步兵战车上配备的BGM-71C型导弹 其穿身只有大概630毫米 射程只有3750米 到后续的主力型BGM-71D E型都穿身达到了900毫米 而且BGM-71E型还是串列战斗部 可以击穿配备爆炸反应装甲的目标 而更新式的BGM-71F型导弹 更是改变了攻击模式 以攻顶的方式专门打击主战坦克 薄弱的炮塔顶部 M2步兵战车经过专门设计 车组不用下车就可以重新装填反坦克导弹 只需要打开车体顶部的舱门 将炮塔小小的往左旋一下 车组在车内就可以把导弹塞入发射架 这样可以免于暴露在敌方的枪林弹雨下 进行重复装填 提高了成员存活性与战车战斗力 平时战车导弹发射架内有两枚带发弹 车内另外存放五发导弹 与前几代的M2步兵战车家族相比 最新的M2A4安装了新型的675马力 康明斯VTA903E T675柴油V8发动机 取代了先前一直使用的600马力发动机 进一步改善了原先的电力问题 允许安装新型铁拳主动防护系统 之前的旧型号正是由于电力供应问题 都无法正常运作该款主动防护系统 同时在改进机动性方面 还使用新型T161双削挂胶履带 来取代旧的T157I单削履带 同时改进了重型扭杆悬挂系统 以及改善冷却散热系统性能 在电子系统方面 M2A4安装了新型宽室长脚驾驶视野增强仪 加装了新型路边炸弹干扰系统 还升级了电子干扰装置 以反制各类简易爆炸装置 在火控系统方面 则保持与M2A3相同的列阶能力 配备了改进型目标捕获系 与车长的新型独立观察仪 升级了整合车载电脑系统 装备了美军新一代联合战斗指挥平台 在数据通讯上 与最新的武器平台保持同步 在车体防护方面 除了加装铁拳主动防护系统外 还安装了升级型布雷德力反应装甲 其组合包括BRAT-A2与BRAT-2装甲套件 这使得M2A4战斗权重提升至36.2吨 相当于中型坦克的级别 车辆载员包括三人车组成员 与七名步兵 车辆最大时速为每小时66公里 其实美军在推进M2A4升级项目的同时 还有个更为积极的M2A5型升级计划 该型号的M2将装备一座新的30毫米炮塔 并可容纳完整的九人步兵班 不过该计划已经于2020年初被爆取消 计划取消的原因是 如果按照M2A5概念标准进行改进 M2的动力传动系统和悬挂系统变得过于沉重 并且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 来防御来袭的导弹和火箭弹 为此美国军方预计 将现有的M2车族彻底推导重来 未来将不再升级M2系列步兵战车 转而采购新款履带是步兵战车 因此M2A4既是M2家族的绝唱 也是M2系列中综合性能和防护力最强的一代 目前美国陆军接替M2步兵战车候选对象 主要有三个 其中包括BAE系统公司的CV90MK4 来与金属与雷神公司合作的KF41山猫 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的格里芬MK3 美国陆军希望能这些竞争者能够同时装配主动防护系统 以及火力更为强大的50毫米机炮 不过在M2系列步兵战车被完全替代之前 M2A4将会继续伴随M1A2坦克 在全球各个热点地区为美国冲锋卸阵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美军下一代步兵战车能否全面超越M2A4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